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1952年 宛南行属和宛北行属合并 省会选择在合肥 起初 安徽省的省会在南部的安庆 一个最大的问题出现了 既然在安庆那么多年 为何选择了合肥呢? 认真的说 安庆的地理位置过于偏南 而使结构复杂 在近代交通方面问题很多 首先 我们讲一下安徽和江苏两个省的由来 两个省起初可是一家人 在元朝统一全国以后 建立了严用至今的行省制度 但元朝的行省制度并不完善 到了明朝统治时期 由于南京的地位很特殊 江苏和安徽被称为南直立 新朝入关以后 首都在北京 南直立被改名为江南省 但是清朝皇帝对这个省份很不放心 康熙皇帝在位的初期 江南省被分成了安徽省和江苏省 安徽省的省会在安庆里 可是最奇怪的一幕出现了 安徽的高级官员们呆在南京不肯走 继续在南京办公 搞得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都很郁闷 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 安徽的官员们就注意到 那安庆过于偏南的问题 不利于对晚北地区的管理 曾经有官员建议在中部的合肥 但当时的合肥还是一个小县城 修建新城耗资巨大 清朝高层没有同意 到了乾隆皇帝在位时期 在江苏官员的一再催促下 安徽官员才搬到了安庆 估计两江总督最急 作为安徽群夫 在南京的地头尚算怎么回事 果不其然 搬到了安庆以后 与完北地区交通不变的情况确实出现了 在清朝统治的末期 随着铁路交通的发展 带动了一系列的城市 北方的石家庄 郑州都在这样崛起的 安徽省内则崛起 了迸布和合肥两个城市 合肥的经济在三十年代就超越了安庆 由于地质节 够复杂 安庆地区的铁路修建非常缓慢 在三十年代中期 曾经有官员建议 把省会迁移到中部地区的合肥 高层也确实有这个意思 但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 由于抗战是第一位 省会搬迁的问题 成了自由问题 一转眼到了建国的楚七 当时由于各方面的原因 安徽被分成了晚南行属和晚北行属 这两个行属都属于省级 晚南行属还在安庆 晚北行属则在合肥 这就是一个信号 到了五十年代初期 随着全国局势已经基本稳定 国家开始考虑各个省会的迁移问题 其中就包括安徽省 1952年 晚南行属和晚北行属合并 既然两个行属合并 那合肥和安庆之间 就只能有一个省会 经过认真对比两个城市的优劣 最后选定了中部的合肥 在建国的楚七 省会出现变化的省份 不仅仅是安徽 河南 河北等省份 都出现了省会变化 开封 安庆 保定等老城都历史悠久 但 是在现代发展的格局下 这些老城逐步落伍 例如开封 小编曾经听说开封要向省会郑州学习 也修建自己的地铁 小编当时就感觉不可能 第一开封没有这样的需求 第二经济水平不允许 第三就是地下的文物太多 很多古城都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自身的发现受到了一系列的制约 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张抛同时 中文字幕张抛同时 是传统园中文字幕张抛同时